Hello 又是工廠大廈的環境 不過今天不是拍攝一天左手體驗 今天就是來這裡被改造 改造什麼呢? 不是改造我的人格 是改造我的外形 因為大家平常見到我都是很陳志堯 今天就來嘗試給大家見到另一個陳志堯 我自己都不知道今天會被改造成怎樣的樣子 所以我都很緊張 還有今天也有個神秘嘉賓來改造我 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從來沒見過他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見他 所以我自己心情都很緊張 大家要不要跟我進來看看 究竟神秘嘉賓是誰呢? 大家同一時間是第一次見到他 OK? OK 好勇氣 我覺得自己很勇氣 沒見過就跟別人去改造自己 Hello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已經 對了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神秘嘉賓 馬友 你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馬友 明天又 我們今天是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很傻 我們是網友 網友 以前的Live Friend 對 對 沒錯 今天就是他改造我 好 你帶我進來 你不要被我嚇到 OK 我真的有點害怕 因為我今天很嚇到你 我們今天是很Free 你看到今天的場地只有 只有他一個 只有他一個 你好 你好 恭喜你 其實很欣賞你的作品 多多指教 好 我們開始吧 Yeah 今天其實 對了 其實你剛才說到 一個從來都沒有見過的Yoyo 我有點擔心 是擔心 會是怎樣的呢 我們是波希米亞 是不是波希米亞 是波希米亞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波希米亞 Modern版的主題 嗯 是否完全幻想不到 是怎樣呢 嗯 總之是 波希米亞也會有很多種的 有些Girly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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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觀眾看完之後會 我希望觀眾有一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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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今天之後 觀眾會看到 第一秒是 誰來的 嘩 嘩 這樣 三個 好 我覺得很多時候看人 可能我還未認識 因為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他叫馬天佑 但我都說 其實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好像沒有英文名 我又沒理由值得 喂 馬天佑 那我怎麼叫你 他說你叫我馬友 我叫你馬友 其實我都覺得 有時候只是在一個畫面 或者是一些照片 去認識一個人 其實是真的很有限度 因為我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我還未認識他 今天第一次見 所以我還未認識他之前 我也有跟他WhatsApp 溝通 今天 我幾點 要約時間 那些 我就開始聽到他的聲音 聽到他的語氣 那我就感覺到 其實和我 只看他的照片 他的IG 或者他的工作 的東西 其實不是我想像中的 因為我想像中 你看他這樣 一生經常都很有型 你會覺得他好像很響 你會覺得 我會覺得很難接觸 因為我和你完全是不同範疇 那 又覺得很難接觸 那 不知道 會不會覺得你是怎樣 我也會有些擔心 然後我一聽他的聲音 一說電話 他很溫柔 他又很nice 原來所以真的透過 那些照片去認識他 其實完全是 是兩個人 你第一個印象 和你真的接觸了那個人的印象 其實是很不同的 我現在 只顧著跟你聊天 我覺得好像 你是那些騙子 那樣 只顧著 分散我的 分散我的 之後就變了 為何變了這樣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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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是啊 你都沒有問我 做什麼事 其實是做什麼 不用理會 真的 他會繼續distract你 騙子 OK 終於到我說話了 不是 其實說了很久 大家看到我這個十兄弟的頭 大家覺得如何 為何今天我會答應馬友 去做這個 還原來靚拳的這個 topic 因為其實大家都看到我 其實近幾年 我一直都很想 無論自己也好 做出來的作品 無論是角色也好 或者是影相也好 或者是影像也好 也好 都很希望可以突破一下自己 不要整天在自己固有的框框裡面 永遠陳自耀就是這樣 或者是大家心目中的陳自耀就是這樣 或者大家看我這段 大家也可以留言給我 告訴我 其實你們心目中的陳自耀究竟是怎樣 那些就是我一些很固有的形象 所以我覺得 真的必須要嘗試不同的東西 去衝擊一下自己 令到自己 原來我可以這樣 原來我十兄弟頭都可以 不知道影響出來如何 所以我覺得這次和我合作 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他 如果大家認識他 都知道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風格 他平時都會幫很多藝術 去做很多不同的造型 我自己在這方面 真的比較弱 以及比較少接觸 因為我們多數在電視台 都是比較靚靚為主 Girly 不會去做一些很有性格 很有型格的東西 會比較少 所以我沒有試過 所以他這次 一說邀請我 我立刻說 好好啊 我也很想試一下 一個很不同的陳自耀究竟是怎樣 由剛才那個十兄弟頭 不知道怎樣 全都飛出來 然後現在這樣 真的要看到 攝影師拍出來的效果 就是最後的效果才做準 那攝影師的歌 是不是很有經驗 當然 我合作了 我可以示範 我要改造你 哇 怎樣 大家都可以在現在這個moment 在我下面留言 覺得我今天的造型如何 是不是很爆 可以留的 我自己都覺得很爆 什麼事啊 什麼事 我要去一去非洲 非洲生活 拍照 和演戲 演戲 可以完全是 我沒有拍過這些照片 你真的考起我 這次 而且你要繼續 要演戲 我不是要擺姿勢 我不是要你 啊 啊 啊 不是要這些 我是要你 在那個set裡面 去演一個你自己的 就是你 可能有角色 可能自己想東西的時候 我會 怎樣站的呢 我想東西的時候 我會怎樣站 我會很直 還是有點斜 的 我的頭 如果我每天都在這個頭 的話 我不會覺得這個 很噁心 很頂著我 我會怎樣去駕馭這個頭呢 我會怎樣摸自己的頭髮呢 我想東西的時候 我會撕指甲呢 就是這些 你撕指甲 都可以很有型 都是一張可以Capture到的照 最難演繹的就是 不知道自己在演什麼 不是 因為你不能讓造型去carry 你要carry 那個造型 所以你就要設定一些 情景 角色的情景 其實呢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呢 拍照也不太容易 大家不要以為穿了衣服 其實你怎樣拍到一張照 有那個feel 有那個 mood 或者那個表情 其實全部都是 也不是說在演戲 就是你必須要進入一個狀態 是嗎 是嗎 那看你拍什麼照 你拍那些 白痴 KPR的照片 不是沒有照片 對 就是拍一些真的 Fashion照片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照片 對 好了我們出發了 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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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也不想說 唉 真是 很緊張 很緊張 剛才拍一下自己的臉 你也變鬆了 你先拍一下 怎麼拍的呢 有一點不同的角色 所以 你自己也拍一下 你那一條 沒有鏡頭嗎 我已經喜歡這個 雙腳有點前後 如果你的右腳踩前 對 這樣也行 對 你摸到那個角色了 踩前 看 現在手太緊了 對 鬆一點 對 自己來 好 站著 你一拍一下 你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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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空間 就是你的 沒有坦平的 用這個方式 太高視了 太高視 太高視 我不知道那個訊息 有什麼 有東西的 即是當你一個人去到一個階段 你 即是好像黃皮強 穩固了一個天候的時候 他就 不會 要被人覺得他 欠 你明白嗎 對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在找那個 一線之差 一線之差 多了 更多了 大家明白嗎 明白嗎 不要多 學不學到東西 不要多 剛剛好 這些 這麼有個性的照片 真是 第一次Carrie 還有你都沒有聽過 這樣的憤怒話 你聽過 OK 是另一個層次的東西 今天有 所以我經常覺得 無論多少歲 無論什麼階段 都不停 不停有很多東西 所以要學習 是一輩子都學不完 好帥啊 拍夠了嗎 拍夠了嗎 我已經很紅了 我不是應該在這裡 跟你們做這樣的事情 不過你要我給你 我忍不住笑 我忍不住 喂啊 你說完這什麼 我很難在那裡笑 幻想一下 幻想一下 那個角色 你知道嗎 挺好的 好 好 你好 我想拉一間 怎樣 對 我自己來的 不 你自己來的 好 我覺得這種攝影方式 跟這個 我平時擺姿勢的 美麗攝影模式 是完全 不一樣 對 有點困難 對 就是突然要調整到另一個模式 那個問題 所以 很有趣 很有趣 你平時拍的照片 多數都是這樣 不是 今天這個感覺特別重 因為這樣才 我想抹掉 抹掉了你的感覺 以前的感覺 創了一個新 你要建立那樣全新的 一定要推掉之前的東西 才可以做到 加油 慢慢 這個第二個造型 但其實還是有點緊張 雖然他們說很好 但真的跟我平時的範疇 拍的照片 太不一樣 無論是我外形 和我心靈上 都是很不一樣 等於他 一直要訓練我 那樣 覺得很無事 很無事 很無事 不需要理會其他人 那種感覺 和那種狀態 還在捉摸 其實 還在捉摸 希望大家 都喜歡我這個新的嘗試 少少向前爬 可以少少一兩下 不要怕 拜拜 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不夠了 後面那些 剛才那些好像有些蝦味 有些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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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緊張 已經兩套 第三套 還是緊張 因為永遠都不知道 下一步會是怎樣 那種蝦味 那種感覺 哇 哇 哇 像不像以前小時候玩的那些蝦味 那些蝦蝦 那些蝦蝦的蝦 那些蝦蝦 那些蝦蝦 終於完成今天的拍攝了 今天大家覺得怎樣 是不是很驚喜 可能這種風格 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到 或者每個人都會喜歡 可能大家網友就會評論 哇 可能你平時那些漂亮很多 哇 平時那些怎樣 完全不像 可能很多人會有這些評論 但我又覺得 人生 沒什麼所謂 什麼都應該嘗試一下 反而平時拍得 很多都是那些照片 那些照片 其實我還有機會可以繼續拍 但是你說 真的一些這麼特別的造型 我想 真的不是每個風格 會幫我去設計 一個這樣的造型給我 所以我也很珍惜 就是今天這輯照 這個造型 以及也在這輯照上學到 就是做自己 自己做自己 攝影師就照影你 但是你要自己做自己 就是不需要理他們 就是 擺出一個好像很沒有 完全沒有的 就是不要太用力 直接沒有 不需要用任何的力 所以都是 不斷學習 希望下次有機會 看看又有什麼新嘗試 好吧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天我這條影片 帶大家來一起和我大變身 如果大家也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好累了 拜拜